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蔡美雪 今天指數最多跌了128點 我想大家對於今天的行情 可能有一點意外 為什麼意外 其實是大家已經習慣 最近每一天都漲 因為每一天都漲 所以你覺得下跌是很奇怪的事情 不過如果就你平心而論 今天指數下跌應該是還好吧 因為每一天都在漲 那漲多了之後 其實你看一下K線 最近的價錢股價指數的K線 你看它漲這麼多之後 今天是第一次 就是比較明顯的做壓回 那其實如果你不要習慣 每天都在漲的過程當中 你也不會太抗拒今天的壓回 對不對 那當今天開始 大家開始抗拒壓回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時候 如果你要問我行情 我會用另外一個角度 跟大家來探討事情 就像這個 這個人 這個是亞馬遜的執行長 叫貝佐斯 貝佐斯他說 我常常被問一個問題 我常常被問到一個問題 人家都問他 接下來十年會有什麼變化 不過呢 我很少被問到 接下來十年有什麼事情不會變 每個人都要問這個啊 未來十年會有什麼變化 不過呢 亞馬遜執行長他卻說 其實我很少被問到這個 接下來十年什麼東西不會變 他覺得第二個問題 比第一個重要 因為你需要將戰略 建立在不會變的事物上面 來只有一個問題 現在大家都在問 接下來行情怎麼走 不過如果你回歸到 未來什麼東西不會變 你只要買在低檔 你未來會賺錢 這個結果不會變 真的 不會有人問這個問題 大部分人不會這樣問 好 大部分都問 現在漲了什麼 明天要追什麼 對不對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有什麼東西不會變 就像今天很多人覺得很意外 今天很多人覺得很意外 說鴻海的FRI真的掛牌了 當掛牌的那一天 不應該是利多要大漲嗎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當FRI要掛牌的時候 人家在這個地方大買的人 今天來到這個諮商 你要不要買 不是啊 這問題出現在什麼 出現在你有沒有想過 當市場上面 市場上面 大家最悲觀的時候 甚至很多爆炸媒體告訴你 FRI掛牌會稀釋鴻海的獲利 所以鴻海未來的EPS會變少 所以鴻海有可能會跌破50塊 真的有人這樣寫耶 真的你把EPS算一算 越算越少對不對 那時候鴻海跌破80塊 真的啊 當時鴻海在這裡 對不對 又跌得很差 我跟大家講 外資看的不一樣 對不對 當時我跟大家講 鴻海的掛牌 這個東西是FII 積極轉型 對不對 這個我在LINE 還有上面跟大家分享過了 你去想 在跌破80塊的時候 你看到是郭台銘最害怕的那一天 當鴻海最慘的時候 你看到新聞是鴻海股東哭哭 當你看到跌破80塊的時候 是郭董資產蒸發 不過呢 請問這幾天你看到什麼 這幾天看到什麼 又翻轉了對不對 又翻轉了 每個人又在講 你看鴻海要飆到哪 你隨便問個人 每個人都看了鴻海 在這裡你隨便問一個 每個人都看壞鴻海 我就拿最大型的股票就好 台北股市最大型的股票就好 在最低點 竟然每個人都看壞 在昨天要掛牌之前 你問任何一個人 每個人都說鴻海好 那個說好的 搞不好心情看壞 對不對 所以呢 來 亞馬遜執行長他說 其實我很少被問到接下來10年什麼東西不會變 這個比較重要啊 你需要將戰略建立在不會變的事物上面 什麼叫不會變 做股票什麼不會變 你就低低的買啊 就像我跟大家講這個啊 來這是郭董 他現在FIR要掛牌 郭董說的很重要重點都沒有人在管他 他說的重點是工業互聯網的價值是消費互聯網的100倍 2025年的工業互聯網將創造82萬億的美元的經濟產值 沒有人在管這個啊 大家都管說今天鴻海要不要追 可是問題是 你80塊的時候你為什麼買 你等到90幾塊的時候你再問說 91了 90要不要追 事後覺得你發現你又做錯了 對不對 那到底是誰錯 我跟大家講 如果你用原本的角度來看 我會這樣子想 這個叫工業互聯網對不對 工業互聯網它到底什麼意思 工業互聯網意思就是 智慧工廠 智慧製造 智慧零售 工業自動化跟5G全部點結在一起 他就是工業互聯網的完整的概念的表達 那這一家公司大股東強烈做多 我怎麼說他強烈做多呢 因為他旗下有兩家公司 一家叫做達方 達方最近沒有漲 沒有漲很多 8163 他只不過天天漲而已 那請問達方的最大股東是誰 請問達方最大股東是誰 這個大股東如果不做都不可能漲那麼多 這個道理很簡單嘛 我們先前20幾塊錢就在節目上跟你講 叫你買達方對不對 我們待會員買都是20幾塊 好那現在達方70幾了 來達方的最大股東是誰 另外有一家公司叫做什麼 叫做友通 友通的最大股東是誰 他都漲這麼多了 好他們大股東都是這一家 都這一家 那很簡單的道理就說 如果你的子公司都漲了 代表大股東應該是有做多的企圖 那如果他其中一個大股東 持股最多的大股東 他是內部人裡面持股最多了 他四月份又加碼一倍 加碼持股接近一倍 原本有18萬張又加碼14萬張 那你認為 你認為他未來會不會漲 我們今天討論的 我們今天大家都在討論這個 大家都在問這個 未來會發生什麼 亞馬遜執行長 他說什麼 我看的是未來什麼東西不會變 你要去看不會變 真的什麼都會不會變 你買在低檔 當然你買在低檔 你會賺錢 這個道理不會變 你買在低檔 你會賺錢 這個道理不會變 就像今天這一檔 叫6191叫金城科 6191叫金城科 來請問今天指數跌 100點那麼跌 今天金城科是不是 川普就要近期波乱性高 他就創造近期波乱性高 那請問 這個看起來不太會漲 也不會漲停板的股票 誰會買 我會買 我們會員都有 我們會有金城科 但我節目上很少跟你講 因為他也不會漲停 他真的不會漲停 可是他會不會漲 他會漲 對不對 那我們做股票怎麼漲 我跟你講全部都看過 就像我先前跟大家講 那個 5169漢尼伯一樣 我漢尼伯在這裡跟你講 六少爺 漢尼伯漲很慢 對啊 慢慢來不要急 對不對 中間會有黑K 但是是不是從18塊到33塊 6169金城科一樣 不要急對不對 重點是你有沒有發現什麼東西不會變 買在低檔不會賠錢 未來10年也是一樣 未來20年也是一樣 你股票買在低檔不會賠錢 真的今天金城科創新高 對不對 來簡單回顧一下 金城科創新前的武器 會漲是這個 為什麼 他年度毛利率是15年新高 毛利率年度 去年毛利率是15年新高 也就是說 股價現在大概是10幾塊 15年前的話 他股價是90幾 真的耶 真的來來來來 6191 他毛利率 他金城科創新前的金城科創新 他金城科創新前的金城科創新前的 15年前 15年前在這裡 15年前 92塊 現在毛利率年度 毛利率創下15年新高 如果以一年計的話 今年第一季的毛利率又比去年成長 比去年同期成長 就是去年第一季成長29% 然後盈獄率比去年同期成長2.7倍 重點來了 重點在下面 他有一個新廠叫做 安徽五湖金城科創新前去做投資 來2018年第二季開始投產 做了什麼 汽車 電子 配件組裝 這產能是新開出來的 所以他未來第二季的營收 會大幅度成長 4月份營收已經大成長了 接著2018年 這裡35億入股一家 日本上市公司 旗下的一個公司 他入股的七成 工商用 股價淨值比0.67倍 第94%的公司 重點是持股超過 一千張占比66.05% 歷史新高 在這裡 來 看看 特殊抽馬 歷史新高 我跟大家講 金城科的時候大概15塊 對不對 大概15塊 今天是17塊多 沒有很多 就一點點合 真的不多 可是你去想 這個東西就是比較安全的 對不對 那我想很多人做股票 做到最後你都沒有賺 因為你有時候賺錢 有時候賠錢 但是我跟大家講的是 你要對不對 今天是17塊6 今天指數還跌100多點 那17塊6 我跟大家講的時候 它甚至還下跌 你所看到5月23號 那一天它是下跌 它真的大部分直接都在下跌 對不對 那15塊今天多少 今天17塊6 那看起來也是沒有漲很多 所以我跟大家說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就是說 我為什麼今天跟你講新城科 因為新城科做汽車電子對不對 最近有一個新聞 我覺得大家都沒有注意到 真的 這是最近一個很大的新聞 叫做特斯拉強談空投部隊大虧 空投部隊大虧 這個做空的已經 它已經幫你算過了 2016年放空到現在 已經輸了50億美元 已經輸50億美元 對不對 這是2016年 很多人在空特斯拉 好 那特斯拉上海 現在大家都今天 這個8183金星掌零吧 金星的最大股東是什麼 最大股東是6191精神科 這我們先前都已經跟大家講過了 那今天精神科創新高 那重點是什麼 所以是如果你要 選現在的一個未來的行情 指數震盪休息 未來什麼股票會漲 你問我 我會給你跟別人不一樣的答案 我的答案絕對跟別人不一樣 今天看到特斯拉強談 很多人會告訴你 趕快去買特斯拉 但是我不會去買特斯拉概念股 為什麼 因為你不能夠買特斯拉概念股 因為特斯拉為什麼大漲 因為特斯拉未來 他要在上海建廠 在上海建廠 特斯拉在股東會上面披露了 在建設美國以外第一個工廠 那他這個上海的新廠 未來要同時生產電池跟組裝車輛 就是未來的新的廠 會同時生產電池跟組裝車輛 那這問題就來了 請問這個廠蓋了沒 還沒嘛 那你今天為什麼特斯拉大漲 是因為特斯拉 在美國生產比較慢 他現在中國大陸已經開放 就是讓你全資了 你自己去看 讓你全資可以去設一個車廠 那這個地方你自己慢慢看 那重點是他如果要蓋新廠的話 這就是他未來的機會 那請問他未來的機會 請問新廠蓋好了沒 還沒 那如果蓋新廠的話 他要生產電池 要組裝車輛 他會用到兩個 一個叫做電池跟誰合作 跟Panasonic 就是所謂的松下 在美國也是跟松下合作 那在未來在大陸新廠 也是會跟Panasonic合作 那組裝車輛呢 一定是自動化機器手臂 所以當你現在看到 特斯拉的新聞出來 你買特斯拉概念股 不是你的錯 但是你想他漲是因為 特斯拉他運轉好 不是 他是要去大陸蓋新廠 第一個廠還沒出來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要的是 電池跟機器手臂 那有沒有電池跟機器手臂 所以同樣的一支股票 剛好符合這兩個 而且他是特斯拉概念股裡面 股價最低的 也是機器人概念股裡面 股價最低的 他包含做自動化系統 自動化 做自動化 傳動組件 還有機器人手臂 這些東西 那跟松下 就所謂的Panasonic 早就已經簽訂了 工業4.0的合作標準 而且今年 聽說 會跟Panasonic 大幅度的合作 大幅度合作 重點是他股價是在最低點 他股價是所有的 特斯拉概念股裡面 最低也是機器人概念股裡面最低 機器人概念股 你看一下值得多少錢 你看一下上銀多少錢 那特斯拉概念股就不用講 特斯拉概念股最便宜的 應該是以勝吧 應該是以勝吧 那除了以勝之外 全部都都比較貴 對不對 那他是這兩個概念股裡面 包含這兩個都有 這兩個都有 但股價最便宜 真的 這是亞馬遜執行長他說 我常常被問到一個問題 接下來十年會有什麼變化 但我很少被問到接下來十年 什麼東西不會變 你要需要在戰略建立在不變的事物上面 你會問我老師 亞馬遜執行長是誰 亞馬遜執行長就是他 他叫貝佐斯 2017年一天賺一萬萬美金 一天喔 一天喔 一天賺一萬萬美金 賺一億美金一天 2017年去年在這裡 每個人都問他第一個問題 但是他告訴你重點是這裡 什麼東西不會變 什麼東西不會變 逢低布局不會變 真的今天2363系統 又創新高 真的 今天系統又創新高 我跟大家講 10塊10點差遠的IC設計 難道我是掌停板才跟你講嗎 不是啊 真的啦 我幹嘛掌停板跟你講 掌停板就不用講啦 掌停板就放VCR 對不對 我跟大家講 這是五月份喔 對不對 這上來 我跟大家講 這一天是不是大腸黑 碰到掌會哪掉下來 我跟貨人說不要賣喔 全部報好 對不對 上來上來掌停掌停 今天又重新高 那為什麼你會賣 因為每個人都是這樣做 因為股票啦 他們比較牛的喔 賣去喔 快賣了 結果五四六九一樣 對不對 老師他很牛啊 我就賺了就跑了 對不對 所以他就噴出去了嘛 一樣的事情嘛 你現在要去想到底什麼東西 他未來會大腸 而在這個週末 剛好重挫 你整理一下心情 下個禮拜 欸很精彩喔 下個禮拜 到底什麼樣的好股票 可以讓你佈局在最低點 今天指出重挫過程當中 如果讓你佈局到最低點 結合兩個理財 兩個概念 全新的商機 市場上面沒有人知道的 那未來一定往上走的時候 我告訴你 排隊會有很多人排在你後面 沒有散戶的股票 才是真正好的大標股 歡迎你叫我們好友 我們先休息一下 下集團再回來 掌握獲利的一手資訊 匯別賠錢的二手訊息 操作不再盲目 賺錢不斷重複 輪源頭顧蔡老師 讓您輕鬆累積財富 讓您所看到的績效 變成您口袋裡的鈔票 輪源頭顧智骨村線 02 2321 9933 2321 9933 輪源頭顧精準掌握台股趨勢 幫您確實下航每步期 長期布局投資戰略 幫您達到最佳投資報酬 洞悉盤勢策略懸股 輪源帶您引爆投資最佳起跡 贏家專線02 2321 9933 2321 9933 今天指數下跌100點 那我想很多人都在檢討 最近買的股票對不對 但是我們不會這樣想 我們也會想說下個禮拜 震盪整理之後 手足股哥又要再漲 真的又要再漲 你自己去想一個事情 這叫做我跟大家講的 系統 2363的系統 我們做股票的時候 看的跟別人不一樣 大家做股票都是 反正我今天買馬上賺 然後就跟你講說我買什麼股票賺錢 大哥啊 很多人買股票都是多買幾檔 賺錢拿出來講 那賠錢的就私下戶戶的人不遵守 對不對 所以每一天你都看到很多股票 很多人都在賺錢 但是你忽略了 其實很多人在賠錢 很多人在賠錢 這台北股市很多人在賠錢 先前的那些強勢股 對不對 請問到底賠錢的人在哪裡 很多啊怎麼可能 對不對 這不是520叫你買了嗎 這全部套勞 這178千 這一支就可以賠到多少錢 多得很啊 真的多得很啊 可是問題是 很多人做股票題材 盤面上強勢股就買 我們不是喔 我不買強勢股的 我買未來強勢股 這叫威聖 5月31號 請問5月份的時候 威聖在哪裡 不是6月才跟你講喔 我跟你講6月你還不敢買 這6月1號 這6月1號 大腸黑耶 夭壽喔對不對 什麼叫做夭壽 我跟大家講這麼的清楚 誰做股票會幫你看這麼多 他子公司 這漢塑英鐵入股 這個東西全市場沒有人知道 對不對 我跟你講的時候 講得很清楚 然後呢 然後就噴出了 對不對 有什麼好真的 你有本事你就是在第一檔先買 對不對 我連這種K線我都不用管它 因為 它這種K線代表什麼 代表 我跟你講 很多人 以前買系統沒有標過 他會先賣一次 所以我昨天跟大家講 不是有一支嗎 那個大股東all in那一支 然後很多人沒有標過 這支 我跟你講這支 很多人沒看到他標過 我不習慣對不對 你看到這大股東就all in了 你沒看到他標過 你不習慣 趕快賣 賣完你就知道看會變什麼樣子 對不對 來這條系統 5月31號跟大家講 這6月1號 是不是漲停擺又壓下來 壓下來又怎麼樣 一樣 6月6號又漲停了 6月7號又漲停了 今天是不是再重新高 是不是直接噴出 所以重點什麼東西不會變 什麼東西不會變 買在低檔 賺錢是不會改變的 對不對 來簡單回顧一下 系統先前的危險 同樣的概念 現在全世界半導體還在大整併 半導體還在大整併 這叫半導體 維京科技就是Microchip 他現在還在還在收購 在收購 那麥科技是什麼 他這一家公司是全球MCU 就是微控制器的一個龍頭之一 微控制器的龍頭之一 那他現在一直在併購 他併購這一家公司 是美國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 那這一家公司 是指是他的一半了 他這樣子吃下來之後 他就變大了 那請問他本來是做微控制器了 本來是做微控制器 那現在他全球市占率很高 那他現在吃下來市占越來越大 那未來跟他合作了 會不會直接就收賄 那當然會啊 你自己想啊 這一家公司的毛利率多少 這一家公司 毛利率去年58% 今年合併完之後變60幾% 一家60幾%的一個毛利率的公司 會跟你合作代表什麼 代表這有進入門檻的啦 不會有大廠商跟你合作啦 就是只有一兩個合作口罵而已 那這個未來你聽到消息 他可以用在這個這個這個 老師幾個10塊 10塊 10塊耶 他還有31.5萬張的聯電 光等到聯電配息配7毛的股息 他EPS就0.39 老師0.39很少 他股價才10塊 不然要配100塊而已 他股價才10塊配4毛給你 這是多賺的喔 聯電配息他就有0.39元給你囉 然後他子公司又獲得Intel入股 進軍AI 未來你看到這個消息 他可能會漲 你看到這家危機科技 他可能會漲 問題是他股價10塊啊 老師你說的這個東西 是不是有見報 沒有啊 沒有見報啊 賞戶都不知道 賞戶知道的總股 怎麼會這樣 賞戶都在追漲很多的股票 你自己去想啊 每一黨都漲這麼多啊 請問未來還有誰是10塊 未來還有誰是10塊 今天系統多少錢 今天系統14塊4 真的今天只是跌100點 14塊4 他不是今天漲喔 他是昨天漲停喔 他不是昨天漲停 他是前天漲停喔 漲停板 今天再創高 他老師 漲之前 對啊漲之前你會賣掉 等你賣掉它就噴出了嘛 所以我跟大家說 現在重點是什麼 你現在股票怎麼做 來我昨天給會員的後續 很簡單啊 這我們昨天給會員的啊 每一個會員你都會收到 蠻高去股價再創新高 系統即將再度強行漲停板 是國力虛報 就昨天9點31分 今天我連後續都懶得發 反正就這樣 也不用賣了 就這樣子 沒什麼說 這有什麼好講啊 你現在想的東西是什麼 你要大家都在疊一百疊過程當中 大家想什麼 你現在想說 是不是什麼股票轉強轉弱 有沒有跌破均線會不會轉弱 我告訴你股票不是轉強轉弱的問題啊 股票是什麼 主要是你有沒有買對的問題啊 這今天很多人告訴你要買Tesla 你要買電動車 這沒有錯 但是我相信大部分人全部都會買錯 Tesla強壇 他會漲的是什麼 他會漲的是與Panasonic合作 而且是做自動化系統機器手臂 這兩個都有了 為什麼 因為Tesla未來要在上海蓋新廠 這個新廠同時生產電池跟組裝車輛 Tesla的車輛怎麼組裝 絕對不是用人下去組裝 他一定是用機械手臂 全部都是自動化 自動化然後很多機械手臂下去做了 然後這個東西現在還沒蓋嘛 所以他需要很多這個 那他需要生產電池跟別人收入合作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現在就不能夠去買大家都知道 Tesla概念股 因為現在Tesla漲並不是因為 他賣得很好 你現在他漲是因為他未來 有新的商機出來 新的轉機出來 而這轉機誰會最直接受惠 第一個跟松下合作 整個一個Tesla的一個所謂的 電池廠就是跟松下 那個就是所謂的超級超級那個電池大廠 未來大陸也會蓋 那個是全新的 那蓋的話 你組裝又要機器手臂 那誰跟松下簽訂工業4.0合作備忘錄 今年又會比跟松下 Panasonic擴大合作 而且他就是做自動化系統 做機器人手臂的 本來就是做這個 Tesla概念股裡面 這一家最便宜 機器人概念股裡面 他也最便宜 但是絕對不會有人告訴你 他是誰 你知道為什麼嗎 就像6塊半不會有人叫你買望虹 10塊錢不會叫你買威盛 威盛長到40幾塊 每個人都在說他在做威盛 80塊跌破80塊的鴻海 沒有人敢說看好 沒有人敢說看好 全台北股市股民幾百萬個 沒有一個人敢說 跌破80塊鴻海可以買 沒有半個 結果漲到90幾塊 每個都要追 今天藏黑你要怪誰 真的你能夠怪誰 你怪沒有別人 因為你的行 你是不會變的 來 大家都在問 現在會有什麼變化 對不對 但是人家說什麼 不會改變的最重要 什麼叫不會改變 買在第一檔最重要 與眾不同最重要 請問貝佐斯是誰 貝佐斯是全世界最有錢的人 去年一天賺一億美金的人 來真的好朋友 是在上漲之前告訴你 股票的故事跟題材 歡迎加我們好友 也祝大家週末愉快 這次的最重要 請問我們 都會有什麼好朋友 我們下一個集團 在哪個集團 我們下一個集團 我們下一個集團 我們下一個集團